不不再需要放去這個裡面找 而是在資料庫裡面找 第二個就是說 一樣我這邊假設 第一步也是 裡面資料也是空的 那不過我資料從什麼 從 SS 裡面把它抓回來 所以SS 裡面要怎麼把資料抓回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會牽涉到如何去 把資料查回來的這個部分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是完成的畫面 那這個部分各位可以把框框的部分再加上去 那這個範本 這個你會講說 老師這個 這個畫面呢 裡面的原來的原始碼在哪裡 我講過 以後呢如果你們要查詢 這個 ADO的這個有個範本 在那個 原端白板外面這裡 那基本上 因為資料庫主要是四個功能 就是查詢新增修改刪除 其實大概這四個對你們來說已經綽綽有餘了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當成範本 那先把它怎麼樣複製 Ctrl C 複製一下 然後呢再來怎麼樣呢把它貼到我們的 這個 VBA 裡面 那VBA 裡面 我們 我們 就直接找到 我們 我們的 成 我們的這個這個 這個Mardule 裡面 Mardule 這個 工作表整合的下方 下方的部分的話 你就把它貼上去 這個好像已經有 有做了 這個 這個已經做了 OK 那你把它貼上去之後的話 改了哪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貼上去之後的話 我們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在後面刮壺後面加一個month 這個month你想 老師那為什麼後面要加一個month 特別注意 其實呢 Sup 後面的通常 這個副程式後面 這個後面刮壺我們通常是空的 那什麼時候呢 會有放東西 主要是說你要傳遞參數 那什麼參數 因為我月份呢 比如說我要查的是 1月份 的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撈出來 所以將來這個地方 曼時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參數丟什麼 丟 資料表的名稱 比如說1月 他就幫我查1月回來 2月他就幫我查2月 3月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曼時是一個資料表的名稱 那我們剛剛匯入有匯入三個月嘛 1月 2月 3月 所以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做什麼呢 參數的傳遞 好那傳遞過來之後 其他都不用改 是